大家好,我是景城 自公元前514年 吴子旭向土藏水向天法地建造了河履大城 苏州的城门一共超过了10座 那么苏州最年轻的一座城门是哪座呢 应该就是开辟于1931年1月1号的苏州京门 用一串词来形容苏州京门 叫做中西河壁两开两关 然后是进城坎坷 上世纪20年代开始 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 小桥流水的苏州古城呢 是不堪重负 必须进行新的市政规划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苏州的乡生们提出了率先 开辟金门的建议 以缓解城内外的交通 镜头当中的是苏州的仓门 金门的位置就在仓门往南500米处 俗话说金仓门银墟门 中间还有一个小金门 我们今天就从仓门走到金门 仓门到金门的斑驳的城墙上面 都长满了杂草和树木 我们沿着城墙呢走一段 为什么说金门是两开两关 进城坎坷呢 其实金门在1922年就已经开辟了 但是到了1924年的时候 发生了江浙地区的军阀战争 当时苏州的乡生就认为 城门一开破坏了苏州城的风水 而且金戈铁马认为开金门是战争的原因 所以在1926年的时候又把城门给关闭了 同时又开辟了新仓门 新仓门的位置等一下最后脚 但是因为新仓门的位置不太好 不方便 最后在1929年又决定重新开金门 在原址上 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金门是1931年1月1号重新开的 仓门到金门之间的这段城墙 真的可以用残垣断壁来形容 但是它还是顽强的生存着 倔强的存在着 然后金门为什么叫金门呢 因为金门位于城西 金木水火土西边属金 叫金门 也因为仓门这里自古繁华 黄金地段 黄金水道 所以叫金门 镜头当中很多树的下方呢 应该也是城墙 但是它的四面八方全部都被民居所包围了 我们一路走 一路从仓门走到了金门 一路欣赏残垣断壁的城墙 然后金门就在前方 这就是苏州最年轻的城门 金门 它叫中西河壁 仿罗马式的城堡建筑 有三个门洞 中间走车 两侧走人 以适应现代交通的发展 我们看城门内两侧的建筑 这栋建筑白色的是西式的一栋小洋楼 然后我们镜头再转一下 在城门的左侧有一栋建筑 这是粉墙带瓦的中式建筑 这个也叫中西河壁 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现在就来走一走金门 因为我们是行人 所以我们就走两侧小的门洞 在1931年1月1日的时候 举行了盛大的金门落成典礼 由当时的吴县县长 黄运生的夫人吴品仙 开启了金门 在金门的门洞上方 有一块石头 这叫做梅石 这在其他的城门上面是没有的 它起到什么作用呢 第一个是装饰 第二个它是起到了风水的作用 防止水滴 溅落到行人的头上 一举两得 金门城门上部的这个东西 叫做门楣 这在其他的城门上面 也是没有的 这显然是西方的一个东西 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这就叫中西河壁 民国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时代 中西河壁的金门 它的大门洞下面 藏着一块桥心石 大家知道吗 我们过来看一看 这块桥心石是哪里的呢 它是苏州道前街吉利桥 拱桥改平桥的时候 这块桥心石就把它用在了金门的门洞下面 看清楚没有 一块中式的桥心石 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洋装穿在了身 但是我的心脏 我的心仍然是一颗中国心 这个很有意思啊 苏州最年轻的城门 金门 它是由青砖和中式的金山石打造而成 但是样式呢 却是西式的样式 但是它还有一颗中国的心脏 金门城墙的边边角角 处理的也很到位 这里是传统的拐弯抹角的做法 很圆润啊 防止行人磕伤碰伤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就说过 金门两开两关 1922年首次开启 但是因为江浙军阀战争金戈铁马 怪罪到金门了 所以在1924年就封闭了 封闭了以后 1926年开启了新仓门 新仓门就在金门往南 约60米 就在这个方向 这个小院子里有一段城墙 然后按照资料上所说的 新仓门的位置 应该还在往里面走一点 但是里面呢 我们没法进入了 这就是新仓门的位置 就是在这片地方 方圆1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地方 曾经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新仓门 新仓门就在这里啊 还有多少苏州人记得这个城门呢 现在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呢 我们探访了苏州最年轻的城门 金门 但是你如果你要说 近些年来复建的楼门跟巷门 是最年轻的城门 那就属于抬杠了 开个玩笑 随着当年随着金门的开辟 犹如是苏州现代交通的发令枪 1927年景德路拓宽 1928年呢 护龙街就是现在的人民路拓宽 1931年灌钱拓宽 苏州的现代交通 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今天的探访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